南韓超人氣男星金宇斌 之前出席電影MASTER的座談會 竟然勁爆自己在菲律賓被當成了通緝犯 甚至差點回不了國 而這個爆料可真的是嚇壞眾人了 而根據韓星網的報導 金宇斌為電影MASTER 远赴菲律賓取景 不料卻在收工準備要回國的時候 被當地的調查局聯絡上了 原因竟然是因為金宇斌的本名叫做 金賢中 而在菲律賓有個同名同姓的人 犯下了詐欺案 金宇斌因此被當作是嫌犯看待 他還透露整個過程中 按壓了數十次的指紋 也走了一大堆的程序 好險最後在工作人員的幫忙下 得以結束這場烏龍鬧劇 不過金宇斌仍然心有餘悸地表示 要不是有人幫忙的話 可能一個月都無法脫身吧 好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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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